嗨,这里是HomoLitra,我是Tenya 今天我们来学习趋势的分类 市场中,股价运动的方向有三种可能 向上运动,向下运动,或者水平运动 根据这三种可能,我们把趋势分为三类 上升趋势,下降趋势,和横盘趋势,或者称为无趋势 上升趋势指的是,股价一直往上运动 下降趋势指的是,股价一直往下运动 横盘趋势指的是,股价一直水平运动 那么具体我们是如何判断现在的趋势是上升,下降,还是横盘呢? 我们来看 上升趋势,它指的是,股价的高点,高点,高点,不断抬高 股价的低点,低点,低点,也不断抬高 我们把高点依次抬高,低点依次抬高的现象称为上升趋势 标准的上升趋势要求,股价每次回调的低点,高于前期的高点 股价每次回调的低点,高于前期高点 股价回调的低点,高于前期高点 如果我们发现股价回调的低点没有高过前期的高点,那么这时我们需要小心,趋势可能发生转变 当我们观察到股价的高点不再抬高,或者低点不再抬高的时候,这说明上升趋势结束 我们来看这只股票 图中,股价的高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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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断抬高 股价的低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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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不断抬高 所以目前这只股票处于上升趋势中 什么是下降趋势呢? 下降趋势指的是,股价的高点,高点,高点,不断降低 同时,股价的低点,低点,低点,也不断降低 我们把高点一次降低,低点一次降低的现象称为下降趋势 标准的下降趋势要求,股价每次反弹的高点都低于前一次下跌的低点 股价每次反弹的高点都低于前一次下跌的低点 如果股价反弹的高点高过前一轮的低点 那么说明下降趋势不稳定,可能会发生趋势的转变 当我们发现高点不再继续降低,或者低点不再继续降低的时候 那么下降趋势结束 这只股票中我们看到,股价的高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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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断降低 同时,股价的低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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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不断降低 所以,这只股票目前处于下降趋势当中 什么是横盘趋势呢? 横盘趋势指的是,股价既非上升趋势,也非下降趋势 我们发现,如果股价的高点高点抬高,低点低点抬高称为上升趋势 那么这里,我们已经发现了它的低点和低点抬高 但是高点没有抬高,所以不是上升趋势 反过来,如果是下降趋势,则要求股价的高点高点降低,低点低点也降低 这里面我们发现了股价的高点高点在降低 但是低点却没有降低,所以也不是下降趋势 那么,如果一个股票既不属于上升趋势,也不属于下降趋势 它就是横盘趋势,也称为无趋势 股价水平运动,没有明显的方向 我们来看这只股票 既不是上升趋势,也不是下降趋势 则,它现在属于横盘趋势,股价水平运动 今天我们学习了趋势的分类 为什么要学习趋势呢? 因为趋势是技术分析研究的核心 技术分析中,趋势研究的是价格运动的方向 我们都知道,价格运动的方向只有三种可能 向上,向下,或者水平 所以我们的趋势有三种类型 上升趋势,下降趋势,和横盘趋势 如果你想学习更多股票知识 请关注我的Telegram通道